大家要聊四季 天天中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伯根獵人對上伯烈獵人 這場比賽是KOTD5的比賽地址 好 那這一次的比賽也來到了這一次的賽事重頭戲了 因為現在存活下來的選手都是非常頂尖的 那像是黑拉阿 白普阿 還有這個 Nirit Gielo的 那他 我記得他好像是一隻河馬吧 所以我都叫河馬兄 那他這次比賽也是打出了蠻多精彩的比賽 而且他這次選的是不列顛 那想必這個不列顛的比賽也會相當精彩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不列顛對上伯根蒂會發生什麼巨大的轉變吧 好 那先來看一下伯根蒂了 伯根蒂了這一次的改版 改版其實也是蠻多的 他改這個精冠科技 他的革命流 資源下降非常的多 所以我已經有看到了一些特殊的打法 但是由於實在太暴力了 很狂很暴力那一種 奪狂就不好說了 好 就是他這個佛萊明革命呢 可以把所有的村民喔 變成這個民兵喔 那費用總為是215跟150黃金 但是每個額外的村民喔 是需要10個食物加上5個黃金喔 這就意味著你有100個村民的話 就大概你需要再多花個1000金 欸應該是1000金吧 欸對1000金 然後黃金再加500 然後500黃金再加原本的150 150所以是650黃金加上1200黃金喔 你就會產出大概100村的佛萊明明兵喔 但是呢 這個是因為你的聰明術 而決定你的價格的關係喔 所以呢 佛根帝現在有個特殊打法 就是3TC開農上去喔 然後出少量的兵 或是不出兵 直接到這個城堡時代 開農 開農之後 然後就直接到帝王時代 速帝打法 大概26分鐘左右就上帝王了 然後直接一上帝王 然後直接趕快升一下這個步兵科技喔 然後直接點一下他這個金冠 那個因為金冠到帝王時代 如果你完全不出兵或是 全部為死防守 直接可以馬上爆出這一坨大量的兵喔 那通常喔 第一出這個時間點 如果對方城堡時代 兵也沒有出太多的話 很容易喔 被一波帶走的 那這個打法 因為實在是太無腦了 所以 我就沒有放上來給大家看了 因為很快要結束了 人家26分鐘帝王 然後32分鐘就投降 所以也沒什麼看頭的 所以就一直沒有放上來給大家看 那我不太確定喔 這次的比賽 會不會出現這種打法 那也有可能 這招也只能對付賽季喔 因為我確實看到比賽 算是沒有到那麼高分的喔 大概1700分 1800分那邊的玩家 有這樣打過 然後確實是一套帶走 那博文帝人 這次民兵喔 也有這個削弱 但他民兵的數值喔 變得比較差一點點喔 這個防禦啊 攻擊力都有下修一些些喔 所以也沒像之前那麼強 所以大部分人都說 博文帝的革命流被削弱了 但實際上我覺得 這個削弱也算是合理的 再來就是他這個費用調整喔 讓他選擇革命的時機點喔 更有彈性一點 再來不是你需要 把村民農到150吋 這140吋 或是200人口的時候 才可以使用的一個科技喔 那我覺得博文帝人這次改動 我覺得算是滿滿意的 好 那最大的特色喔 博文帝人是可以再提前時代 升級這個經濟科技 例如你黑暗時代呢 就可以升級伐木場的一級伐木 那農田的部分也是喔 你的魔防蓋下去之後呢 黑暗時代就可以點下 封建時代的一級農 所以你看這邊 博文帝已經有一級木了 那這個細節的一個操作呢 就是你要先趕快存到100肉 然後趕快去點這個雙面斧 所以他會很早期的 就去吃大象了 你看這個 已經吃完一頭像了 好 第二頭已經 也快吃完了 37肉 那待會呢 移上這個封建時代之後 會馬上再點一級農 待會有75肉的時候 應該會再點一級農 沒意外的話 如果沒有這樣點的話 他肯定是菜居 那他應該不是啦 這位選手 我記得他 我有看過他 他的實力也是蠻厲害的 好 那博文帝呢 除此之外 這個馬舟科技也是半價的 例如你喜歡打遊俠的玩家們 玩這個博文帝人 你一定會玩得很輕鬆 因為遊俠的科技是半價 這意味著 你的遊俠 只要700多肉 加上少量的三四百黃金吧 就可以點遊俠了 但是這邊的遊俠有個問題 是沒有品種的關係 所以遊俠血量會少一點點 但即使是少一點點也是很強 160滴血 而且早期可以出出來 而且有三攻三防 所以博文帝人的遊俠也一直不弱 再來就是如果對方 集兵出太多的話 博文帝人還可以轉火槍兵 博文帝人的火槍兵 攻擊力還加25克 一隻火槍兵 21傷害 跟這個圖爾西火槍兵沒什麼兩樣 雖然血量比圖爾西火槍兵少了一點點 但我覺得博文帝人的打法 還是算是偏彈性的 並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博文帝人 博文帝人的話 前期吃羊有優勢 因為他吃羊速度是遊戲裡面最快的文明 所以很容易可以打出這個棒棒開局 直接棒棒開始騷擾開扁 然後 待會也可以考慮轉裝甲 但這邊似乎是沒必要的 因為對方已經看到這邊已經下均勻了 而且也只有兩棒棒而已 所以裝甲步兵是不會下的 通常會打裝甲步兵升級的 都是三棒棒開局的 那不列電這邊是會打一個比較算是偏濃 然後打下射箭場的一個打法 那這一次的不列電的改版 也是有改了一些東西 就是他的團隊加成 反正是射箭場20%攻速加速 但是現在變成 射箭場的工作效率變成加10%而已 所以削弱10%的工作效率 所以在團戰遇到隊友有選不列電的情況下 如果你是瑪雅或是伊索比亞這些文明 稍微都會被削弱一點點 不然聽說支槍好像瑪雅配上不列電 這個產能速度太快了 瑪雅經濟又很好 一直產業之爽 之類的 好像有被調整了一下這個能力 但我覺得這個能力差10% 好像差不了多少的感覺 可能頂尖選手有感吧 像我們這種等級的可能就無感 比較多一點 那博更帝人這邊防守非常到位 基本上都圍死了 而且這邊還用TC連防 這個就是一個很標準的小圍圍死 這邊圍太大 因為有些人你會想說 欸這邊可以再圍下去 然後再圍過來就可以圍死了 但你這個時間點 輪廂霸霸過來是不太有機會 可以直接圍死了 這邊趕快補兩個房子 或是兩個木牆 好對 一個房子加一個木牆 稍微擋一下 好 不過地人在灑農田之前 先點下一級農 這就是我之前說的 你只要先點下一級農田 然後再點農田的話 就可以吃到肉 結果他沒吃到白癡 呵呵呵 他還是先灑農田啊 哎呀 簡單來說呢 就是你的模仿科技喔 一級農的部分 你只要先點下 然後再去灑農田的話 這個在製造農田喔 剛好蓋完的時候 就可以吃到一級農研發完喔 所以就會吃到這個肉量 但是他這個順序錯了 他好像是先灑農田 然後再點一級農 所以這一片農田就沒吃到這個75肉加成 稍微可惜一點 好 不利點這邊打出了一個棒棒 然後轉村民插進塔拿法 因為他看到博恩帝人這邊的 金礦處非常爛喔 這根塔插下去 連牧區伐牧場都賺一個 還不錯 但是現在這邊有點快打不贏喔 因為對方有毛兵有點多 自己出的是工兵 工兵又打不太贏毛兵喔 所以這邊棒棒只能上去拖延時間喔 好這邊要優先點一下長江兵喔 長江兵要先射死 但是這邊工兵很害怕 趕快跑趕快跑 但是這邊 爭取到了足夠時間點 那博恩帝這根塔下的有點 其實稍微有點猶豫了喔 並沒有第一時間下 這個如果是我的金礦 這裡看到有村民過來 我一定第一時間下這個劍塔 他拉村民過來 十隻八隻就是要來 射你的劍塔 好這邊博恩帝還有個矽角 他可以拉個幾村喔 大概四到五村喔 直接來硬 把這個牆滴掉 然後直接去拆這個廖望塔 但是他為什麼現在沒有拆 原因是因為他有出小弓喔 那如果有小弓的情況下 直接拆是很危險的 而且現在前面還有棒棒 雖然自己有毛兵可以防守 但是這個是風險 最大的風險就是你的村民喔 可能會直接被小弓刺到殘血 然後待會有工兵會追擊 或者是被這個劍塔射死 那要唯一 你要這樣打贏的情況下 是對面的棒棒 跟村民術有稍微被減少的時候 還有你的毛兵喔 大概數量為六到五隻手 才可以出來這樣扁 沒錯就是這樣子 這邊要優先先把這個棒給扁掉喔 這邊他沒有拉更多村民來打 完蛋 他這樣打得不太好 這邊優先先點工兵喔 這邊工兵出來先打 不然這邊會損失慘重 因為你的村民可能會被對方工兵射爛 這邊直接設11村 哇這部打得非常漂亮啊 哇 這一位博恩帝人喔 反制打法非常nice 直接把 不列顛打成了智障 兩村全倒工兵基本全死 只剩一隻海殘血 這個沒救啦 好那第一波的交障 是由博恩帝人拿下的勝利 而且你們看喔 這個博恩帝人打的戲也打得不錯 二級木也早就已經點下了 所以他現在已經可以吃到這個 支援的弘利了 那反正是不列顏這邊喔 前支這根劍塔 然後沒打到任何東西 一村都沒打到 村民還落後了三隻 喔 落後了四隻有了吧 有點慘 這個村民是已經 雖然看起來面表上是少兩村喔 但 其實如果他有再打得更好一點的話 博恩帝人這邊是會再更反超一點村民的 因為他這邊有delay這個TC的關係喔 所以村民處並沒有領先 非常誇張 明明殺了四村 卻只有領先兩村喔 這個一個拳套 點死了毛兵 那不列顛這邊並沒有出太多物關係 也沒有出毛兵刺猴 所以很順利點下了城堡時代 這邊可以考慮下個馬舊 OK 下個馬舊 那為什麼是打馬舊呢 那因為不列顛喔 其實可以打馬的路線喔 他基本上有三級一仿跟三級龍 但缺點就是他沒有這個 大洛馬可以使用 但一樣有重中騎兵可以用 所以騎死喔 用起來不會太差 但確定是有個品種的問題喔 他也是跟不列額 不是跟這個不列額一樣喔 沒有品種 所以騎兵的部分喔 馬量的血會少了一千些喔 但在城堡時代初期喔 這個騎士還是蠻好發揮的 好 那後期呢 即使點了馬科技也不會覺得很浪費喔 因為不列額也有三宮三房 所以到了後期喔 打這個戰毛兵啊 也是其實很好用喔 甚至打這個火槍兵喔 出點肉馬 上前去硬尻 還是蠻有效果的 直接出一隻獅猴 輕鬆解掉 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好 這時候不列顛已經灑了一片田之後 才點一機龍喔 所以你看這個紅利啊 農田紅利就沒辦法第一時間吃到 有點可惜 那不列顏這邊還有個細節喔 他這邊如果可以打工兵 升級奴兵之後 直接補二機龍喔 會更好 因為他沒有點一機龍的關係 所以你看這一片田已經快吃完了 這時候如果他又馬上補下二機龍的話 他這個第二片灑的農田喔 就可以吃到這個農田的二機龍的農 的紅利了 而不是一機龍 這個算是一個細節的操作喔 如果你很在意經濟的玩家喔 就需要注意你的農田喔 第二輪哪時候會吃完 應該是第二輪哪時候會開始灑 好 好 好 補列點上陳寶時代現在有工兵射程的優勢 二級射點好 射程是8 攻擊是7 所以現在試到這邊是很簡單喔 好 平常的話這個距離是一般工兵射不到 但只有補列點可以射得到 好 這邊繼續給壓力 但這裡沒有硬蓋完喔 有點尷尬 這邊可能待會一進啦 要去打一個殘血的木牆 欸上面這邊是不是沒有為好啊 這裡是不是有個洞啊 好像有洞欸 是不是洞 這邊直接補一根城堡 好像可以走進去欸 是我錯覺嗎 好 繼續給壓力 那補列點這邊是沒有選擇了下二級射 也沒有二級射 這邊是選擇了開大選 然後點彈道選擇一個打法 那補列點這邊則是選擇了下這個馬舊 然後下練鎧甲 還有這個騎兵的跑速 有二防之後打補列點的工兵是綽綽有用 因為補列點的工兵是沒有母子環的 雖然在這時間點也不會有母子環啦 其他文明 但是補列點有一個問題喔 最勾變的地方就是沒有母子環 所以打起來有點綁手綁腳的 在正面衝突的情況下 補列點是沒辦法撞到任何甜頭的 他只能如果以ロー來講的話 他就只能瘋狂poke對方喔 然後盡量不要打正面喔 然後poke到對面受不了時候 才有可能把對面喔 一次擊倒 補列點有這種感覺喔 他的poke真的是蠻厲害的 但是就是打正面一波的話 其實有點心有無力也不足喔 這邊直接轉出馬上清裝騎兵 呃不是出騎士喔 那補列點這邊TC是半價的關係喔 所以這個很順利喔 可以直接下3TC 那木材的消耗量是非常輕鬆的 那省下來木頭就可以多灑一點農田 人家蓋兩個TC 人家蓋兩個TC 你直接需要花一個TC的木頭量 非常省 這也是為什麼我早期很喜歡玩補列點的關係 開農很方便 補列點這邊的細節可以再做好一點喔 這邊2級木也點下了 經濟目前都有打好的感覺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阿 那補列點這邊也是正常開農 但這邊還有一個更小的細節 就是他這邊3級木沒有點下 那你看為什麼這不點3級木的原因是因為他現在 雖然木頭有夠 但是他現在肉是不夠的狀態喔 其實他現在要把這些資源喔 先轉成肉量喔才是重點 因為他並沒有那麼多肉可以去點3級木喔 3級農可以不點啦 但3級木 我覺得還是點一下經濟才會更好一點喔 那這個3級木點時間點 通常都是你家裡安全的 然後你的農田也不會斷存的時候 3級木可以點喔 這個時間點絕對不是點的實際喔 而且伯恩蒂這邊還有投資BK這個奴炮 加投車的關係喔 打工兵來說是非常好用的 但是如果對方會秀操作會V陣的話 投實車也不一定打得到 那奴炮的話是十之八九一定打得到 對方V陣也很難堵得掉的一個單位 所以這邊出一台奴炮加上兩台投車 其實還算是可以接受的 那如果是我的話我會選擇一台投車加兩個奴炮 好這邊要拉村民來秀一下投資車 這邊馬上清中兵後面包夾 這邊直接砸死地了嘛 OK 看對方會躲的時候 工兵其實沒辦法那麼好打 但是這裡有二防的關係 所以騎兵還是滿坦的 血量115滴血 投車直接打了一發 踢了地板 這邊可以再預判一下位置 OK 直接打掉 輕輕鬆鬆 這個就是投資車的真正用法 因為我看到昨天有一者留言喔 算是新手流的喔 那我覺得新手他們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說遇到工兵出奴炮跟投車是不是正解 我可以說在你的分帶 是十之八九一定是個正解 基本上是90%你講的沒有錯 你的分段來說 只要出投車跟奴炮 對面的工兵絕對會被你 的石頭給砸死白癡喔 那如果是像這種高分段的玩家 你一定要再搭配一些奇兵喔 加上一些毒炮 去做一個包夾動作 會更好一點 因為高分段的玩家 很容易把這個工兵喔 躲在這種邊邊角角 讓這個騎士的攻擊範圍喔 只有這一格而已喔 所以如果你搭配投車加騎士 把對手兵的工兵 兵到角落的時候 才會解的比較乾淨一點喔 那我覺得觀眾們喔 有看到我的影片 都有知道這個觀念 我覺得蠻欣慰的喔 就代表我的解說 稍微對新手們有點幫助了 不然其實很多玩家 遇到這一坨工兵的時候 大部分手是沒辦法做出應對的 但我還是比較建議喔 投車出一台 然後兩台出奴炮 會比較穩定一點 但兩台投車的話 也不是不行喔 就是可能會被袖操作而已 奴炮的話 被袖操作的空間 就比較少一點 好 那這邊 被著想 直接招掉兩隻 捕獵蝶 這邊使用生魚打法 你看這邊招到的 騎兵 還可以直接去打工程器喔 非常的方便 這個就是為什麼 我會說城堡時代的生魚喔 是這麼重要的一個單位喔 因為在比較新手時期的玩家們 都會覺得 這個生魚有點難用啊 手術要很控什麼的 但其實他在城堡時代 非常好用 尤其是對方吃馬果的時候 招他的騎士喔 是相當賺的一件事情 而且對方又有出工程器的情況下 直接是一舉兩得 你直接招他的騎士 然後去打工程器喔 就可以解得非常乾淨 然後這工兵又可以重獲自由 又不怕工程器了 但不列顛的問題喔 就是我們剛剛一直說的 他的問題就是 沒辦法 有這個拇指環的關係 所以正面打起來會特別弱 你看 正面打起來真的是 剛剛 唉 可憐啦 不列顛 好 當然不列顛這邊送你點下 帝龍實彈 既然不列顛也沒在大爆兵啦 就瞎到小鬧 主要還是靠生魚去解決對方 馬上輕鬆騎兵的 OK 這邊招 並沒有招到 好 這個馬上輕鬆騎兵不錯 這邊可以回頭直接招喔 但是這邊馬上輕鬆騎兵 第一下傷太高了 兩下就直接頂爛老頭 兩下頂老頭 口味真重 好 這邊伯恩帝這邊還偷偷開門喔 當右邊城堡的騎兵喔 可以順利的從右邊出去 中間再開下一個TC 4TC開農 不列顛這邊點下帝龍實彈 可以再考慮補一個城堡 或是一個TC喔 那TC的位置的話 可以考慮開在右邊這個位置 但這個地方是沒辦法開TC的 所以他的話 我覺得 直接開在後方這個地方 再把這個地方 變成一個莊園 城市會比較好 因為他現在要做事情喔 再去更濃一點 因為他現在正面硬打的話 很容易打不贏喔 像這樣子 所以城堡放在家裡 直接看喔 我覺得會是更好的一個選擇喔 當然以高蹲場來說 他們都會覺得說 城堡要先蓋外面喔 都點帝龍實彈了 城堡大概一出來喔 就可以直接產巨型頭司機 針對對方的TC或城堡 針對一個打擊喔 那不列顛這邊有點 誤判了自己的軍事實力喔 錢壓九倍對手 福根蒂打了回去喔 城堡也沒蓋起來 正面的弓兵也是死傷慘重 好這邊轉出了重裝長槍兵 那不列顛這邊很強的地方搭配喔 就是轉這個級兵 配上自己的長弓兵系列喔 打起來就很威懾力了 那城堡在蓋甲裡還有一個好處喔 除了這個不列顛長弓兵喔 也會比較好處一點喔 數量比較容易累積起來 那如果你第一個城堡 雖然擎壓 可以做到我剛剛說的那個效果 直接擎壓對方的城堡 當軍頭司機第一時間喔 可以做輸出 但確認就是你的城堡很容易被拆掉 也不太容易喔 產出大量的長弓兵喔 那這就是為什麼不列顛長弓兵 其實在實戰來說 並沒那麼常看到的原因 因為你出弓兵的產量還是比較快一點 而且你的團隊加成 還有這個射箭場的工作效率增加 所以其實沒有太必要 你一定要出長弓兵喔 出弩兵也可以 雖然長弓兵射程比弩兵還多一射程 但我覺得啦 還是沒有必要那麼硬要出長弓兵喔 你出這個不列顛的弩兵也是很好用的 好 三級射加強弩化學 大家再補一下 就差不多了 好 那博文蒂這邊點一下帝王十代十TC開農 我們在補一個大學 這邊看起來是要優先點下自己的化學 點下化學之後打火槍喔 打對方的疾病也好用 那還有這個火炮可以使用 針對對方的不列顛弓兵也是相當OK的一件事情 好這邊開TC被抓包 這個可能要滴掉了 你不滴嗎 這邊開TC開的位置有點鬼妙 我覺得有點太硬要了 那如果他這邊要偷挖石頭的話 這邊應該要蓋住城堡會比較好一點 好 弩兵點下了強弩升級 弩兵點下了二級練甲 弩文蒂點下了二級攻擊增兵技術 但不列顛這邊第一時間 並沒有辦法用鋸銀投石機去拆對方的城堡 主要是因為現在兵 不夠多然後被包掉 問號 河馬怎麼有點鬆啊 我覺得 這樣不太行 這樣有點太鬆了 那不關帝這邊很順利的 收掉對方所有單位 這邊可以考慮存點資源喔 點下精銳的馬上清裝起兵喔 再打一波正面會比較好 雖然像正面硬打傷袖也是可以 但城堡這邊應該是能蓋得起來了 雖然軍銀投石機可能會守不住 但城堡一定是蓋得起來沒什麼問題 好 城堡這邊直接被開頭 好 城堡一蓋好 但是三防也好了 所以稍微可以抵抗一下城堡的傷害 那不利點對上這個馬上清裝兵的打法 其實蠻難打的 你等一下要轉出幾兵三防三攻 打起來才會比較有力一點 因為人家的地下 還是可以瞬間解掉非常多的幾兵喔 那後面再搭配一些 被奴砲投車或是攻兵喔 我覺得是比較不錯的選擇 因為如果只單靠攻兵的話 打起來是很難打贏正面的 但不利點也沒有火砲 所以打起來 遇到現在這個情況就會很難受 感覺它三巨頭開頭 裡面火砲只能靠投石車 中頭直接開閘 閘這些單位喔 有機會的話也可以打對方馬上清裝騎兵 其實不利點打中頭算是一個蠻好用的選擇 其實不利點還可以打一個東西喔 就是這個 步兵路線 他的劍兵勇士喔 基本上全滿 除了沒有軟甲之外 打劍兵勇士也是OK的選擇 但這個情況下打劍兵勇士絕對不會有優勢啦 因為對方是打馬上清裝騎兵 有點是康特步兵單位的 因為人家體質比較好 很容易正面就一波打贏 然後靠進去你就爆炸了 好不利點再加自家的高地喔 插下城堡 兩邊打得有點拼空圖了 已經進入了大後期12分鐘 城堡蓋這個位置 那目前還是波根地這邊有巨大的優勢喔 3攻點一下 精銳也好了 精銳也好了之後 基本上有11攻 第一下還有27傷害 喔變29了 再加2攻 11加29 哇 一刀40滴 但是沒有辦法一刀砍死村民的喔 因為村民的血量是40滴 但是有異元 一進防的關係喔 所以靠下去是變扣39滴血 所以一定要再補一攻喔 這個村民才會死 好 點下到波根地葡萄園 點下之後 波根地的龍條 就開始出黃金 那你們會說 欸 不列典沒有火炮 要怎麼打巨頭啊 其實最簡單的方式喔 就直接升這個金罐喔 這個戰狼科技 就可以讓這個巨影頭時機的命中率喔 變得非常準確喔 而且還有這個爆炸效果 那為什麼會變得很準確的原因喔 只是單純它的爆炸效果變成 有點範圍的關係喔 所以看起來很準 我還是有看過不列典有打外的時候 所以它真的是範圍落地 落彈的那個距離 變得有點爆炸範圍的感覺 打想成現實中的榴彈炮 其實就差不多了 好 但是不列典的這個 戰狼科技 不太好 不太好點 因為它要800木 加400黃金 基本上現在不列典的木頭 是要需要大量消費的 因為它的級兵啊 跟工兵喔 都是需要用到這個 木頭的 大家現在也沒有出工兵了 現在全部出級兵 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好 自己城堡直接爆開 修補回來 四巨頭是繼續輸出 但是還沒有戰狼後的關係 所以現在要打的話 有點難打 好 滿人口的狀況 好 博文帝 左邊也直接築起了城牆 看來自己的城堡也是 凶多吉少 冤屍巨頭的傷害 喔是五巨頭了 五巨頭的話 通常要拉三十村 三十村左右 才能解得光 好這邊 幾兵戳 博文帝 輕騎兵還是滿痛的 一打一的狀況下 居然打不贏 好現在戰狼後點一下 博文帝的巨型頭司機 可能會非常劣勢 戰狼後補下來打一下對方的 巨型頭司機 來看一下這個 有戰狼後的巨頭 很準 有沒有打到 兩台都扣血 看他舒服 喔又中了 你看他密死了 殺到擊兵 擊兵表示 幹 喔好準 看起來很準 事實上他只是 攻擊的範圍 弱點變大了 你看這村民 戰狼後 直接可以當成火炮用 舒服舒服 好 捕獵典也是我很喜歡玩的文明 來老戰 然後 重出江湖 有種懷念的感覺 有沒有看 這個捕獵典 這樣一隻狼兵都不想出了 就知道捕獵典正面 有夠爛 那我如果現在 現在要打這個 弓兵的話 可以考慮轉長弓兵了 這波戳上去 可能會 死張慘重 到外面擊兵 可能要繼續補 先砸對方的巨型頭司機 沒有砸掉 正面互打 感覺好像要出事了阿伯 正面擊兵被消耗完畢 馬上清裝騎兵也是損失慘重 但是 至少擠到了一半左右的馬上清裝兵 正面來說 還是比較強 馬上清裝兵 最近人家是黃金兵嘛 給點尊重 但不力量 也確實用了很多的垃圾兵 犯了蠻多的清裝兵 其實妙道非常虧 好 這一波衝進去 稍微 抓一下 這個拿村民在扁 清裝兵是什麼畫面阿 可是當你是西八人喔 有點霸權的村民 拿村民扁 過怪的過怪的 好 國文帝的火炮出來了 開始要攻城了 一目成門 老頭直接倒地 火力點打得非常難受 對方伯恩帝 經濟非常好 還點下了公會制度 公會制度點下之後 買賣的話 最低價格是17黃金 連木頭怎麼賣阿 最低都是這個17 100木可以換17金 其實還蠻多的 比你14金 好上一些 好 正面直接成門突破 清裝騎兵第一時間去衝進去 小殺進去打掉巨型頭石機 但後方疾兵太多 這邊其實靠火炮 就會解決對方戰狼號的巨型頭石機 其實沒必要拿自己的清裝騎兵 上去應換 好 左右兩邊 伯恩帝控圖 控得非常好 這塊兩塊野金 也是被伯恩帝拿下來 伯利點這邊可能要斷金了 這邊是最會的黃金的感覺了 這樣再打下去 感覺對伯利點人不是很好 這邊再消耗個一波 但是伯恩帝這邊是換得起的狀態 他怎麼沒有按火槍阿 走按戰矛 如果是我怕想要配戰矛加點火槍 剛還是在提防對手的強弩的關係 所以是全按戰矛兵 我個人的打法是比較偏向於混合式打法 就是不會答應兵種一直出 伯利點這邊終於意識到自己沒有點下輪走金術 經濟其實不太好 這邊可能要稍微點一下馬凱的部分 還有弓兵練甲 這邊趕快全部剩一下 科技全剩之後 三攻三防全部有 打對方才比較好打一點 最近人家戰毛兵 這裡面有三遠防 如果出這個不列艦常攻兵的話 超度秀一下 還是可以稍微能打對方戰毛兵的 我覺得出強弩給的壓力好像真的不太夠 因為強弩射程太短了 你沒辦法射城堡 當然殘攻兵的話就會射城堡 手撕城堡用箭矢 好這邊想要用騎兵直接硬抽嗎 但是又選擇後退 這邊想要築城 但是右邊直接被城堡射死村民 OK 連經濟開始好轉起來 就點下手推車之後 經濟起飛 點下輕騎兵 OK 過來還是要轉輕騎兵路線 好 點下 就是我們開頭講的 土獵典打輕騎兵問題不大 這媽媽先優先解決掉對方巨型頭司機啊 感覺先解決比較好 但是他這邊想要先優先拆掉 這棟城堡的關係 好 土獵典 點下了 應有騎兵 正面再一波大戰 這一波大戰馬上輕裝騎兵被壓了回去 對方巨型頭司機又順利收掉了兩台巨頭 怎麼感覺對方的伯恩帝也有戰難後的感覺啊 是我的錯覺喔 好像有點強啊 好 吉兵上去一直戳 能戳掉一台 nice 好 這邊也轉出一些戰毛兵 但這毛兵沒有防禦喔 被打很痛 伯恩帝有錢到 點這個躲牆喔 反正不知道剩什麼 稍微剩一下城牆的防禦力 稍微剩一下 兩百木 兩百肉一百紅金 喔 一百一百木而已 兩百肉一百木 隨意點 好 那布列典果然轉出了 馬舟的升級 好 巨型頭司機 趕快去拆掉對方的巨頭 趕快去拆掉對方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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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用戰毛兵去硬點對方的火炮 剩下四滴卸兩滴 熟掉了 但自己的戰毛兵也是損失殘重 數量上正面其實有點打不太 對面伯恩帝現在的軍力了 這邊要考慮一下要不要直接正面硬打 伯恩帝 好 這一波過來 好 直接走進去 殺了一波 哇 這邊進去 但是又被城門堵住了 尷尬尷尬 哇 應該可以換一台巨頭 好 冠地這邊攻城 似乎還是有點困難 所以冠冠地這邊可以考慮轉一點衝車出來 對於吸收對方的長弓兵或是奴兵 戰毛兵的傷害都是不錯的 騎兵上前硬戳這些衝車 也會被戰毛兵打成白癡 不過我覺得有時候打一些工兵果的時候 例如變電 蠻適合出這個衝車的 其實你沒有大家衝車 升一下輕衝 升級尾這個裝甲衝車 還是蠻好用的 好 冠地經濟依舊很誇張 超級經濟流 資源快要三千 終於再升了 三攻三防 三防趕快補下 他終於發現自己沒有點了 好 空兵的護甲終於滿了 火炮直接砸爛後方的巨型頭司機 巨頭直接換掉了一台火炮 再砸掉一台火炮 很賺 但是自己的火炮也是爆開 這邊用擊兵直接戳掉了火炮 這面的馬上輕鬆的騎兵全部倒光 擊兵的威力還是有點猛 但是後方不利一點已經斷經了 零金 好窮好窮 但不利點這邊有四聖物 所以黃金還是會繼續跳 普根地這邊黃金也要歸零了 但是他有普根地葡萄雲的關係 加上一個聖物 所以黃金還是會慢慢上去 兩邊打到焦土戰了 那待會次重要的資源就是這個木頭 待會木頭基本上是挖完了 你不要往外挖 那一挖完就會有洞 有洞的話我覺得對普根地來說是稍微有點優勢 因為不列天的城堡基本上一洞都沒了 對一洞都沒有 好好他只有一洞在這裡 代表說他大衛防守是很難擋下來 大馬爆衝進來 砍個一波的 好這邊吉兵再次捅了出去 這邊要變成垃圾兵大戰 但是五台火炮還存活著 火炮還是可以邊走邊打 但是要小心劇情投資機 好不利點這邊可能要把所有的資源 投資在劇情投資機上了 因為黃金不夠的關係 現在出槍怒其實顯得非常珍貴 好均勻投資機要被偷殺一座 尷尬 好這邊轉出了一些新騎兵 那這邊可能要再多灑一點農田 這邊肉其實不太夠 好這邊弓兵直接射掉了三台奴炮 這邊再過來 再射一下 嘿 又射掉一台 不錯 蠻賺的 三界的奴兵 從二十隻死到四五隻 數量偏少了 現在正面有點打不太贏了 沒有強奴的話 正面要打贏是很困難的 最後方戰寶兵數量其實也蠻多的 好 右邊開始有洞 在這邊洞補得很及時 不然喔 這邊有洞之後 防守是顯得非常重要 連連這邊還沒有放棄喔 普文帝這邊反而是覺得自己 勝眷在握喔 一直瘋狂暴兵 那這邊再大量買賣一波 飆到了三千多黃金 我的天 七里伯根蒂這裡有一個很好的打法喔 直接革命一波喔 上前直接ALL IN 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要足備構造的工程器 大友會說 阿那這個毛兵怎麼打 就是直接追著打 就可以了 所以你直接轉這個民兵喔 對方擊敏是完全受不了的 直接被研過去 只要動一多的情況下 也可以考慮這樣打 這邊想要偷渡切村民出來幹建築物 但是被 親戚兵抓到 阿羅馬直接砍死 現在是在演什麼 晉級的巨人嗎 城牆的外面都是敵人 瑪莉亞圍牆要倒下了嗎 哇 城牆破了 巨人要進來啦 新州殺殺給喲 去吧 調查軍團 送這波兵 送好送滿 這應該是最後一波了 這個城門破了真是要命救了 對面直接無拿馬爆 然後待會再轉一些慶奇兵 馬上輕鬆起兵再上去 砍個一波 GG私密打 遊戲結束 結束 複裂點慘招 圖存 透明術只剩下86村 連霸7村都不到 完啦 完了 複裂點完啦 左邊也有洞 Holy shit OK 這邊打出了GG 複裂點後期的打法還是比較偏硬一點 金矿没有控住之外 还有这个长弓兵也没出来 如果他可以出长弓兵 然后再升到金锐 尽可能用自己的弓兵射程 去跟对方换对方弱马 甚至换对方的战毛兵 那可能会打出一些不错的成绩 但是这边由于城堡前期投资 太多在前线 被拆掉太多的城堡之后 不列列强弓兵是没有法量产出来的 一定要靠自己的强弩 那自己强弩升上去 还有这个少以射程的一个缺点 还是很容易被对方的战毛兵给打到 我觉得蛮可惜 那如果不列列弓出长弓兵的话 对付对方的火炮也是比较好打一点 因为对方的火炮 其实也是射程 是13射程 12加1 他里的工程工程师都没点 所以如果是12射程情况下 是可以跟对方的火炮复打 甚至你的数量 弓兵数量一多 还是可以反击回去的 那顺带一提 伯格帝斯没有工程工程师了 所以长弓兵来说 对抗火炮 是可以算是55开的程度 并没有太差 但我觉得这边的策略来说 我觉得不列列弓前期 算是有点太心急了 一直想用强军是去 撵过去 然后插城堡开打 但这个打法是要建立在你的 兵4K打你对方兵的情况下的 但刚不列列弓城堡时代上去那一步 只有强弩 少量强弩走出去了 对方马上其中起兵数量太多了 只是淹过去了 完全打不进正面 所以有点措施良机的感觉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济的部分 经济部分 伯格帝斯这边是权盈 但黄金这边是有四生物的 伯格帝斯拿下了一些 巨大的黄金库存 但最后还是以挖冶金 多挖两块的伯格帝斯获得了胜利 至今这边伯格帝斯版 其实就很好了 但很可笑这场比赛 并没有看到这个伯格帝斯的革命流 要是有看到革命流的话 其实蛮有趣的 但我觉得后期 他确实打革命流 有点太堵了 甚至有点娱乐的打法 我落实的话 我就想玩这种 反正胜倦在握 就来玩一下革命 淹过去打个一波 也蛮舒服的 好啦 那么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帮忙下订阅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各位拜拜